理想中寒冰剑的效果 实际寒冰剑的效果 当然没有上述这么夸张 今天就来看一下寒冰剑在实战中的真实效果 所以我们把视角主要围绕天女 寒冰剑这个装备 建议大家在18级或者18级之后去使用 因为它的基础攻击力 刚好可以平替掉15级的弓箭手末 当然你的等级越高肯定是越好的 然后第二个注意点是 寒冰剑这个装备 它没有生命值的加成 或者说我们在开技能的时候 没有为女王恢复生命值的效果 所以一定要注意 有可能会出现暴毙的情况 当然我在实战中暴毙的情况 碰到的不多 这边女王受到大本银和联弩的攻击 其实在有寒冰剑的情况下是不需要教狂暴法术的 但是这边依然教了有两个目的 第一当然是保证女王的生命值 第二个目的就是快速处理掉女王的当前目标 快速处理当前目标其实也有两个作用 第一当然也是保证女王的安全 更重要的作用是 处理完当前目标之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操作了 比如蛮王断边断完边之后就能下大部队了 大家不要一味的去节省法术 因为目前16本的进攻是比较简单的 大家如果路线对肯定能够打三星 一味的节省法术去拖时间的话 可能在整体节奏上会有影响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像女王锁定到黑油塔之后 黑油塔是完全发挥不出任何效果的 如果女王锁定的是多目标攻击的防御建筑 那其实也能够帮助其他部队减少一些伤害 然后注意一下女王马上要被投石炮跟连弩锁定了 女王减速了一下投石炮 其实这时候狂暴法术也能省下来 这个狂暴法术可以给予到大部队或者其他单位 这时候也能体现出寒冰剑的另一个作用 就是增加容错率 特别是在一场对局的中后段 一个法术很有可能影响到最终的结果 那可以增加你的选择性 寒冰剑在一场完整的对局中 其实一直在产生作用的 当然这个作用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强 但也绝对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弱 如果你是主玩天女的 寒冰剑肯定是需要去升级的 但是如果你玩蛮王女王溜边 或者是女王跟大部队的 那寒冰剑这个作用会大打折扣 大家可以去往这个方向思考一下 然后也给大家一些参考 好 好